胆道梗族病人 胆红素152个微末耳 转暗媒正常 未明确梗族不畏 可以采用哪一种检查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 胆道梗族的病人 胆红素152个微末耳 胆红素明显增高 它的正常值是小于17.1个微末耳 那么胆红素超过150个微末耳 每时你上脑 那么它是胆囊造影 尤其是什么呀 这个口腹法胆 口腹法的胆囊造影 静脉胆道造影的禁忌 属于他们的什么呀 属于禁忌症 就是说一旦 这个 一旦出现了胆道梗族 导致胆红素 血液的胆红素 明显增高时 那个叫说 你这不能做什么呀 它不能做这个 口腹法的胆囊造影和静脉胆道造影 因为这个造影的效果不 效果是不理想 效果不明显 所以属于紧记 属于紧记 属于什么呢 属于我们这个造影的紧记 那么这样一来 很显然 我们就不能什么呀 它就不能选择 这个 这两种造影方法 都不能选择了 这是错误的 它是错误的 那么第三个 PTC 就经皮杆穿刺 胆道造影 这个是可以做的 经皮杆穿刺胆道造影 因为这个造影机呢 我们经过什么呀 经过穿刺针 穿到肝内胆管 通过肝内胆管 随着胆汁直接什么呀 沿着胆道 往下排出的过程中呢 我们进行造影 它不经过这个肝脏的 什么呀 肝肚 肝血肚 不经过肝血肚 不经过什么 肝叶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呢 造影机啊 它可以经过我们的 经过我们这个穿刺针 注射到肝内扩张的胆管 经过肝内扩张的胆管 直接随胆汁往下排 沿着胆道 沿着胆道系统往下排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种检测方法 对于胆道 高度的病人 他说是我们处理做的 尤其是什么呀 胆红度 血液胆红度增高的病人 这还没有什么影响 这还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个是 这个大眼神的 C PTC 摄氏指肠第一张 摄氏指肠的第一张造影 摄氏指肠的第一张造影呢 它对于这个胆道 高度的这个诊断价值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不作为 我们检查方法 腐败胆线检查 腐败胆线检查呢 他对胆道工作的价值 也没什么价值 没什么价值 假如说要是结识什么呢 我们拍摄氏肠片 什么意义 他说不显影 他说不显影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采用只有哪个C 就是这个PTC 筋疲肝穿刺 胆道造影 下来为ERCP 逆行 逆行 进这个鼻胆管 逆行 进鼻胃管 逆行一胆管造影 的适应征 适应征出不了哪一个 都是哪一个不是他的适应征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移线矮 移线矮是可以做的 是不是 这个是可以做的 第二个 基性移线岩 那么极性移线岩呢 就是他的一个什么呀 进行激征 这个激行炎 如果这个病人发生了激行炎 我们都不能做什么呀 逆行 这个进鼻胃管 逆行一胆管造影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 逆行一胆管造影 那个并发症 最常见的并发症 就是可以诱发 进行移线岩 它可以诱发 进行移线岩 它本来就有移线岩了 你在做这种检查 这种检查本身就会诱发 会加重移线岩的发生 所以这就是他这个禁忌了 所以这个 这种胆管应该选择B 胆管癌 胆管结石 摄像乳涂 严性狭窄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逆行移线岩 那么吃了哪个呢 就是移线岩的病人 是不能做的 因为本身做这个检查 它都会诱发移线岩 就这么一个道理 明显 鸿主性黄胆 B超检查 胆总部管及甘理担管 均不可当 胆总部管及甘理担管 均不可当 进一步诊断 选择下来哪一项检查 最适宜 选择下来哪一项检查 最适宜的 那么逆行 异义担管造型 逆行异义担管造型 是最适宜的 而我们其他类检查 因为什么呢 明显的耿主性黄胆 B超检查 甘理担管 这个胆总管 甘理担管 均不可当 不可当的话 如果我们做 筋疲肝穿着担管造型的话 它这个造型的 这个效果不理想 就是显影 能够显影的 成功率不是很高 因为它不可当 不可当的话 你筋疲肝穿着 尤其是甘理担管 甘理担管不可当的话 你做筋疲肝穿着担管造型的话 它里面都不可当 你这个穿刺症 就很难什么样 成功的判斥到 甘理担管 造型的效果 造型的这个 那个什么 成功率都不是很高 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什么样 逆性异能管造型 逆性异能管 什么其他检察 对我们这个 进一步的 对我们这个 耿主性黄胆的诊断 价值的不高 像是虎强性检察 事实上地上造型 是不是 还有放射性的核素 一线扫描 是不是 对这个诊断 这个鉴别 耿主性黄胆的 价值不得的高了 所以在这里面最实义的是什么 异性异弹关造语 检查胆细疾病呢 首选的方法 那这时候宋斌提了 胆细疾病首选的方法 那就B超 B超呢 首先呢 它是没有放射性的 另外一个比较简单 而且呢 对于这个胆道系统疾病呢 这个准确率啊 都在80%到90%以上 所以说呢 首选的是B超检查 这个应该选择A 首先是B超检查 那么检查胆囊功能的方法 就是什么呀 就是口腹发的胆囊造音 那个是B 口腹发的胆囊造音 胆囊功能 就是检查胆囊的输出功能 胆质的储存功能 那就是口腹发胆囊造音 这个这两个题 是一个宋施体 CT检查 CT检查 大家知道 对于胆道系统疾病来说 那个CT检查的这个价值 不是特别高 除非是什么呢 是占微性比辩 我们做CT呢 还有一点的价值啊 雷锦进行一单关造音 我们刚刚说了 对于耿作性黄胆 金皮肝穿刺单关造音 这两个造型 这两个造型 对于耿作性黄胆 那个诊弹和鉴别诊弹 有价值啊 雷诺是五连针 这个是雷诺是五连针啊 雷诺是五连针是指什么 这是个知识形体 雷诺是五连针是在下颗 是三连针的基础上 再加上什么呀 加上意识改变和血压下降 意识改变血压下降 那就是雷诺是五连针 那么下颗是三连针 哪是下颗三连针呢 包括腹痛寒战高热 黄胆 腹痛寒战高热黄胆 那我们看哪一个是雷诺是五连针 腹痛寒战高热黄胆 血压下降意识障碍 意识改变 那么这就是雷诺是五连针 所以说这一段来是呢 那其他一段来都是不正确的 什么烦躁不安呢 什么鸟量减少啊 干工数字呢 这个这个主动发热黄胆 意识改变血压下 血压下降意识改变 他的顺序发生改变了 这个这个是不正确的啊 所以这个胆管应该选择 那么这个雷诺是五连针呢 它是机性化能性耕阻性胆管炎的典型表现 那么机性化能性耕阻性胆管炎呢 在胆道系统疾病里面啊 它属于什么呀 属于最严重的疾病 一旦确诊呢 往往需要我们寄诊手中治疗 往往需要寄诊手术啊 做这个胆管的探查 胆中管的探查 就是切开瘾流加切开瘾流 提心管瘾流啊 胆中我来探查 加提心管瘾流 是我们成功的数据方法 有关胆囊癌以下哪一项是不恰当的 有关胆囊癌以下哪一项是不恰当的啊 将进去 胆囊癌 不恰当的啊 不恰当的啊 第一个 胆囊腺流性吸入 有发展成癌的倾向 那么胆囊腺流性吸入 有发展成癌的倾向 这个是正确的 就是它有发展到癌的倾向 第二个 胆囊癌的发病呢 与胆囊结石有关 这个也是有 这个也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胆囊结石 尤其是这个 胆囊的长期 这个结石啊 长期存在时 它会反复的刺激 随便啊 这个胆囊粘膜上皮细胞 可以诱发它的癌变啊 这个迈返回的刺激 损伤 那么这个是 包括这个炎症 它可以诱发这个胆囊癌的啊 就是胆囊粘膜生命细胞的癌变 就是它这个发病的 与它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那么胆囊癌呢 转移是以淋巴转移为主 很少有血腥转移 这个也是正确的啊 也是正确的 胆囊癌好发于体部 作为腺癌 这个是正确的啊 胆囊癌的早期 临床表现常常有黄胆 右上腹有肿块 看清楚 胆囊癌的早期 它可以出现黄胆 出现右上腹的肿块 这个可能不可能呢 很想象 根据我们的常识 就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我们人体里面呢 绝大多数肿物啊 恶性肿物 早期一般都没有点心的表现 早期都没有 它这个病人呢 这个胆囊癌也是一样 早期有没有黄胆呢 一般没有黄胆 也不可能出现 明显的肿块 所以这句话是错误的 这句话是错误的 所以这三个人 现在一 胆囊癌的早期 也是没有点心的症状 没有点心的症状表现 哪一项结果不符合 肝门部胆管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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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门管癌是在哪 肝门部 不符合 不符合 那我们看一下 CT可见肝外胆管不可张 肝门部有肿块 肝门部有肿块是正确的 肝门部 肝外胆管不可张 因为这个肿瘤 这个肿块是在肝门部 所以说肝外胆管不可张 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在什么呀 肝胆管的胆脓肪管的上边 胆脓肪管上边 这个是正确的 DLCP仅能显示部分肝外胆管 那是正确的 因为它这个肿块是在肝门部 它不能显示肝外胆管的全部 地超见肝内胆管可能 肝外胆管不可能 因为是在肝门部嘛 它肝门部发生这个肿瘤之后 它这个容易发生什么呀 导致这个肝门部的 左肝管右肝管发生什么呀 发生狭窄 发生梗组 狭窄和梗组 那它要发生狭窄的梗组 肯定是肝内胆管可能 不会是肝内胆管 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 PTC呢 就是筋皮肝穿刺胆管造影 可以见到单侧肝内胆管的课章 这个是正确的 右上腹可以触及肿大的胆囊 那么这个右上腹 可以触及到肿大的胆囊 如果要触及到肿大的胆囊 多意味着什么呀 在这个胆总管 在胆总管的某个位置 发生梗组了 而不是肝门部 肝门部在哪地方 肝门部是在胆囊管以上的位置 就是这个肝宗管在肝宗管以上的位置 肝宗管那个位置 就是这个胆囊管和什么呀 在胆囊管和这个肝宗管 会合处以上的位置 发生了梗组 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胆囊里面的胆质排出还是通畅的 所以它不可能出现什么呀 肿大的胆囊 如果右上腹出现到肿大的胆囊的话 那说明这个梗组的位置是在 这个胆总管以下的位置的 最起码在胆囊管以下的位置 胆囊管不在肝门部 所以这个是和肝门部胆管还是不相符的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误的 对于胆囊应该是现在 一 对于胆囊应该是一 应该是什么呀 这个没有肿大的胆囊 不可能出现到肿大胆囊 因为它这个肝门部胆管的位置比较高 在肝门部 在胆囊管以上的位置 胆囊管以上的位置 男64岁 无痛性 进行性的黄胆 这个无痛性进行黄胆 一个月 无痛性进行黄胆 一看到这种无痛性进行黄胆 那么我们优先 首先要考虑点 再说年龄64岁的话 要考虑什么呀 这个恶性肿瘤了 恶性肿瘤的话 一般出现无痛性进行 加重的黄胆 那就是胰脱癌 或者是虎虎猪脸 体重减轻 跟进一步证明 它是一个恶性肿瘤 插体 共膜黄染 血共膜黄染 说明有工作 血清 总胆红色为70个位摩尔 胆红色高 酷瓦皆实症养性 酷瓦皆实症养性 此病人 首先考虑的诊断 那么什么是酷瓦皆实症呢 酷瓦皆实症就是出现了无痛性的 就是无痛性的肿瘤的胆囊 可以触及到 我们做体格检查 可以触及到无痛性的肿瘤的胆囊 肿瘤的胆囊 我们称为酷瓦皆实症 酷瓦皆实症 这个叫什么呢 酷瓦 酷瓦皆实症 这是个阴移过来的 阴移过来的 就是 华人皆实症呢 就是说呀 我们可以触及到 就是做体格检查 可以触及到无痛性的肿瘤的胆囊 那么这个病人呢 如果是 它是个耿痛性黄胆 而且呢 又出现了 无痛性的什么样 可以触及到无痛性的肿瘤的胆囊 说明这个肿瘤啊 它应该是在 这个什么样 胆囊管以下 胆囊管和肝宗管 胆囊管和肝宗管会合处以下的位置 就是在胆中管以下的位置 也就是说什么样 在哪个位置呢 在下队胆管 下队胆管 而不是上队胆管 所以这个 这些胆囊应该选择什么样 下队胆管 那么下队胆管 它才能出现什么样 除了无痛性耕作性的黄胆之外 另外还可以出现了什么 无痛性的 重大的胆囊 胆囊结实 这个是不对劲的 胆囊结实的话 它这个 一个是胆囊结实 不可能出现黄胆 另外一个呢 胆囊结实有什么样 它可以出现了胆脚痛 有点性的胆脚痛 不可能出现无痛性的 重大的胆囊 而是有痛性的胆囊 这个是不可能的 肝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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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出现酷瓦 结实症 就是不可能出现这个 无痛性的 重大的胆囊 那么胆囊癌 胆囊癌呢 可以出现什么样 这个胆囊 这个胆囊 肿大 胆囊 肿块 但是胆囊癌 一般没有什么样 黄胆 一般不会出现黄胆 黄胆一般是胆中管 肝胆管 胆中管 出现梗阻引起的 而胆囊癌 它在胆囊里面 一般出现黄胆 可能也比较小 出现黄胆 比较小 这个另外一个 胆中管结实 胆中管结实 它出现的是 下壶三天中 可以出现下壶三天中 可以出现是有痛性的黄胆 有痛性的 它不可能出现无痛性的黄胆 在这里面 只有A下个胆管 足够我们的要求 这位大胆选的A 患者男性48岁 持续性的 又上腹部疼痛 半寒颤 高热 黄胆 我们看这个病 疼痛 腹痛 寒颤 高热 黄胆 两天 那么这三者加在一起 腹痛 寒颤 高热 黄胆 叫什么呢 叫做下壶三天中 这个叫下壶三天中 查体体温高 脉搏快 呼吸快 血压低 血压低 意识交模糊 看到没有 再加上什么呢 下壶三天中 加上血压低 加上意识交模糊 就是雷诺是五年中 雷诺是五年中 那么雷诺是五年中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什么病的表现当中呢 就是基性耕阻性化弄性的胆管炎 基性耕阻性化弄性的胆管炎 那我们在答案里面找最可能的诊单 那就是基性耕阻性的化弄性胆管炎 所以说正确答案应该选择B 因为它只有雷诺是五年中的 这五年中的特征 五年中都有了 五年中都有了 肝脓肿 那这个病人呢 可能肝脓肿的话 一般它可以出现什么呀 高热寒战 但是黄胆出现的人 这种情况比较少 是不是 黄胆 而且肝脓肿呢 一般引起这个什么呀 都是感染羞克 导致这种羞克来意识 模糊这种状态 这种情况也 这个也比较 这种情况也比较少 这种情况比较少 是不是 那肝脓肿它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表现为一个肝大 这个寒战高热 就是全身感染中毒的表现 再加上局部的肝 肝趋疼痛 肝肿大 这样的表现 典型的黄胆 那什么呢 这种表现的是 不太明显 不太明显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是不考虑的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激性出血性 坏死性的疑腺炎 重症疑腺炎 那么重症疑腺炎呢 一般什么呀 重症疑腺炎 它表现的是 上腹部疼痛 腰背部仿射 腰背部仿射 疼痛 一般典型的什么呀 一般没有 没有黄胆 也是没有黄胆的表现 是不是 没有黄胆的表现 它可以出现的 血液形象 可以休克的表现 这个 另外呢 这个 出血坏死性的 一线炎呢 它还可以出现什么呀 这个 我们说的 血糖升高 血盖降低 还有这个 皮下 其中 或者是 腰背部 出现了皮下 淤血斑 血盖降低 可以出现 低盖性的出处 这样一些表现 特征 可以出现 典型的 虫毛刺激症 休克表现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 另外呢 这个 激性出现 患性影响炎 往往有诱因 什么诱因呢 就是在这个 暴音 暴时 或者大忍 有情况 突然发生 上腹部疼痛 向腰背部发生 这个呢 它这个表现 跟这个 患性影响炎 明显的不符 那么第四个呢 米氏忠和症 那什么是米氏忠和症呢 米氏忠和症 就是说呀 胆 这个胆囊结石 胆囊结石 这个结石呢 压迫到临近的 肝总管 或者胆总管 出现了 耕作性黄胆 我们叫米氏忠和症 这个叫米氏忠和症 这个病人呢 单纯的米氏忠和症 一般 它不会出现什么呀 就是 缓道啊 意识 模糊啊 是不是 出现点击休克 它仅仅别像为耕作性黄胆 可以出现 腐痛寒症高热 或者黄 高热 或者黄胆 耕作性的黄胆 可以出现耕作性的黄胆 我们做什么呀 做这个B超 可以很容易鉴别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我们 不考虑米氏忠和症 米氏忠和症 代表说 甘内胆囊结石 激发胆道感染 甘内胆囊结石 激发胆道感染 甘内胆囊结石的话 它要引起的是什么 这是局限于 肝内的某一个肝段 某一个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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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对全身的影响 对全身的这个 耕作性黄胆的影响 不是很明显 不是很明显 所以雷涛是五连中 不是很典型 所以这个也是不考虑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只能考虑什么呀 激进耕作性黄胆肝管炎 就是 胆肚管发生了激进的 完全性耕作 它才出现 这种严重的五连中 严重五连中 那这个单位应该选择 B 那么不同的胆道疾病 它这个腹痛的 就是症状 它这个特征是不一样 腹痛的特征是不一样 那我们看第一个 突然上腹部 持续性的刀割样的举痛 查体为板状腹 刀割样的 突然的刀割样的举痛 板状腹 尤其是在仓库发生的 那么这个考虑什么呢 那就是穿孔 溃扬穿孔的 痛是不是 这是溃扬穿孔那个 腹痛特征是不是 第二个 突然上腹部队 震发性的 沾顶一样的举痛 间歇期五痛 那么沾顶一看到 沾顶这三个字 我们要考虑什么 那就是胆道里面 只有一个病有这个特点 那就是胆道回征中 胆道回征中 这就是胆道回征中的 表现特征 那么胆道回征中 它还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除了沾顶的举痛之外 另外 症状体征不符 就是症状重 体征比较轻 为什么呀 你做检查的话 上腹部的仅有轻度的压痛 没有点心的技能 反胶痛什么的 症状体征不相符 不平衡 不平衡 这是胆道回征中的 另外一个特点 第三个 突然上腹部的脚痛 持育性的腹 持育性的腹痛 正发性加重 向右肩背部放射 突然上腹部的 什么呀 突然上腹部的脚痛 持育性的腹痛 正发性加重 向右肩背部 向右肩背部放射 那么这个很想什么呀 是胆结实的 就是胆囊管结实 签正的发病特征 胆囊管结实 签正的发病特征 那么第四个答案 突然上腹部 持育性的巨大腹痛 称收带样 向腰背部放射 我们看 它这个根据这个特点 腰背部 收带样 向腰背部放射 那只有哪一个呢 那就是提醒一线炎 一线炎 就是一线炎的发病特征 突然一车腹痛 震发性脚痛 放射至外定位置 那么 放射至外定位置 它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 典型的什么呀 上鸟路结实的 变形特征 上鸟路结实 它那个变形特征 那么这五种基础症腹痛 根据腹痛的特征 特点不同 那么它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疾病 这个是大家在鉴别诊断里面 是要注意区别的 那我们看这个题 胆囊管结实签证发病特点 那应该是选择C的 然后这个是应该选择C 那胆道回忠中的发病特点 什么呀 就是我们说的 粘顶样的曲痛 症状体征不符 间歇性无痛 所以这个应该选择B 应该选择B 这才是两个正确答案 C和B 通过这个题呢 我们不仅要掌握 胆囊管结实前段的特征 胆道回忠中的发病特征 是不是 那还要掌握什么呀 溃疡窗口 一线眼 结实他们的发病特征 综合题 老年男性65岁 65岁 既往有胆囊结实病史 以前曾经有个胆囊结实 因上腹部腾痛四小时 由家属送医 查体一时淡末 一时淡末 以前有个胆囊结实 一时淡末 血压低 看到没有血压低 我血压低 右上腹肌紧张 此时最恰当的治疗 措施是 那么这个呢 以前有个胆囊结实的病史 是不是 有个胆囊结实病史 那么再加上 意识淡末 血压低 加上两个 胆囊结实病史 我们因上腹部腾痛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什么呀 这个 激情化能力 更入胆管炎 这个什么呀 这个五连征 五连征里面 最起码具有什么呢 血压低 意识淡末 再加上什么呀 这个高热寒战 黄胆腐痛 他以前有个胆囊结实病史 应该曾经有个腐痛 什么呀 我们加在一起 可以属于什么呢 属于这个雷诺是五连征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虽然雷诺是五连征 不是很明显 但是可以考虑 这样的一个毛病 就这样一个疾病 这样的疾病 那么既然考虑了 那我们所说 最恰当的治疗所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这个激阅化能 更入胆管炎的话呢 它主要的治疗措施呢 就是尽快的 完善输前准备 尽早的手术治疗 尽早的手术治疗 所以这个要 第一个 急诊完善 输前准备 急诊手术 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它已经是 出现了意识改变了 血压下降了 再加上以前 有过胆囊结实的病史 这样就很容易 想到零多十五连征了 第二个 积极补业抗修复治疗 因为这个病人 已经有过血压的下降 有休克的表现 所以是要进 在手术之前 手术中 我们要进行快的 包括手术之前 要进行快的 积极的抗修复治疗 第三个 同时行床旁的 B超检查 因为这是胆道疾病 胆道疾病呢 我们首选的 影像剪刀 就是B超检查 首选的是B超检查 B超检查 比较方便 所以说可以进 什么样 可以进床边的B超检查 床边的B超检查 紧急化验 这个实验室检查 血肠规 肝功能 医美检查 这个是 我们手术之前 就是急诊手术之前 常规做的 应该是完善的 应该完善的 这个应该是做的 所有的急诊手术 我们在手术之前 要进行必要的一些 什么样 化验和引擎的 必要的 要进行必要的 那么对于这个 进行化能性 更多性胆管炎的病人 像血肠规 肝功能 这都是我们常规做的 必要做的 必须要做的 急诊化验 先腹部CT检查 腹部CT和频片检查 它对于 胆道系统疾病来说 它都不是什么样 不是我们必须的检查 而且这个检查的效果 对于我们 这个胆道疾病来说 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说CT和频片 腹部频片 它不是我们什么样 不是这个时候 应该做的检查 我们必须要做的 还是B超 在影像学检查里面 首选的是B超 CT和频片检查 在这个胆道系统疾病 它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首选的 这个证券单 应该选的是 ABCD 可能采取的手术方式是 那还是这个比例 那么这个病人呢 我们有可能要采取 什么样的手术方法 激性化妆性耕肿性胆管炎 它这个发病的原因是 因为胆道 就是胆中管发生了 激性完全性耕肿 浓性胆质逆流而一起 所以说 急诊手术 第一个 可以做胆囊切除 因为它这个病人 已经有胆囊结石病史 急诊手术 要做的话 那就是 最好是一次性的解决问题 把胆囊切除 胆囊结石也就解决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要做什么呀 胆管切开取实 剃性管炎 这是它的经典手术 进行化妆性跟贵胆管一样 AST是不是 AOST 是我们 这个常规的手术方法 急诊手术 这个胆管切开取实 剃性管炎 就是经典手术 因为这个病人 本身都是由胆囊结石引起 所以说要做胆囊切除 胆囊切除 这个手术是 最可能采取就这两个 两个手术 A和D 胃与穿膨修补 因为这个病人 它是胆道疾病 因为没有关系 是不是 这个 PAST 肠切除我和 与它也没有关系 是不是 一线切除根本没有关系 一肾肠切除 那这个 一肾肠切除之间有什么样 之适合于 这个胰头癌 呼呼周癌 所以这个跟它也是 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这里面 可能采取就是A和D 第十六章 一线疾病 一线疾病 和胆道疾病 互相关联的解剖学基础 互相关联的解剖学基础 互相关联的解剖学基础是什么 就是一个共同通道 就是他们在这个 盛藏乳图 之前这个 在盛藏乳图之前呢 有一个共同通道 共同开口 就是一线导管和胆中管下端 有个共同通道 共同开口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也是什么样 这个一线炎 它发生了一个解剖学基础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B 其他的都不是正确的 那这个是一个送中题了 无通性基础性的黄胆 无通性基础性黄胆的话 一般是鉴于疑头癌 或者是呼呼周围癌 所以这些答案应该选择A 那么其他答案像 更通性化 更通性胆管炎呢 它是有痛性的黄胆 这个是不正确的 它的黄胆管 扮演什么样 扮演高热寒胆腐痛 基础腐痛 慢性胆能炎 慢性胆能炎呢 一般没有黄胆的表现 基础一线炎 它一般 基础一线炎呢 这个一般它是有黄胆 它可以是有结实引起的 又可以出现黄胆 但是呢 如果出现黄胆的话 一般都是什么样 结实引起的 是有痛性的 它不可能是无痛性 另外也不是进行性的 加重的黄胆 所以这个是不能觉得 基础胆当炎 基础胆当炎一般是什么样 表现为胆脚痛 表现胆脚痛 这发明特点是不一样 应该选择A 那么这个一线里面都是 一线里面的不同的细胞 它这个产生的物质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 胰岛B细胞 也叫β细胞 它分辨的是胰岛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形体 大家必须得知道 胰岛A细胞的话 Alpha细胞 它分辨的是胰高血糖素 分辨的是胰高血糖素 是不是 应该选择B 那么一线的基细胞 分辨的是胃蜜素 胃蜜素 基细胞分辨胃蜜素 这个胃蜜素 所以这个应该选择C 那么第一细胞是什么 分辨的是血管活性肠态 这个血管活性肠态 VIP 第一细胞 所以这个应该选择D 那么生长激素释放 抑制素 生长激素释放抑制素 简称为生长抑制素 是不是 这个是胰蜜的低细胞分泌的 这个是低细胞 胰蜜的低细胞分泌 低细胞分泌的 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 不能混淆在一起 一位一线最常见于 一位一线最常见于什么呀 十二指肠 因为一线和十二指肠的关系 这位密切嘛 位置考虑最近是不是 十二指肠呢 成为一个C字形的 把一图包裹 所以最常见的什么是 这些是个素质体的 记住就可以了 下述关于环状 环状一线说法恰当的事 环状一线啊 说法恰当的事 叫你选一个什么正确的 那正确的就一遇到什么 有四个是这个不正确的啊 四个是不正确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 哪一个是恰当的呢 第一个 环状一线的常见的 临床症状是黄胆 是错误 环状一线的常见临床症状 环状一线就是 它就是环在什么呀 环在这个身体上上的 压迫身体上 主要是表现特别什么呀 是因为压迫身体上 导致的梗阻 所以引起的是呕吐 不是黄胆啊 这个应该是呕吐 它应该是引起的是呕吐 以呕吐为主啊 所以这句话是错误的 应该可以修改一下 第二个 环状一线组织内 一般不含有正常的线抛和这个 移倒 错误 应该含有 不是不含有 把这个布子来去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也是错误的 第三个 环状一线多数 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 症状 多数不引起明显的症状 所以这个要记住啊 只有少数才引起 这个多可以改为少 多数是不引起明显的 这个也是错误的啊 环状一线是最常见的 一线的先天性疾病 错误 这个异胃一线 才是最常见的先天性疾病 一线先天性疾病 一位一线 不是环状一线 一位 这个一位一线 所以这个 这句话也是错误的啊 一位一线是 呃 一线最常见的 这个先天性疾病 而环状一线呢 是 一线的先天性疾病呢 比较少见的啊 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第五个答案 手术治疗呢 常采用切断 环状一线组织的方法 以解除 适合成梗组 那这个呢 是正确的啊 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状一线呢 它是环绕着湿脂肠 环绕着湿脂肠 很容易压迫湿脂肠 导致梗组去发生 所以说我们这个手术呢 主要是采用什么呢 把这个环状一线给它切断 切断的方法 而不是切除 是切断的方法 来解除这湿脂肠的梗组和压迫 这个是正确的 对于那样应该是什么的 一 导致畸性疾病线炎 最常见的原因 这个总部实体呢 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过来开口耿走 什么呀 然后这个胆汁一流 主要是介于什么呀 在我们国家主要是介于结石啊 胆道疾病 胆结石 那么在西方国家呢 主要是介于饮酒 西方国家主要是饮酒啊 就是酒精性的 这个银腺炎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国家的主要是什么呀 主要是这个 这个胆 胆结石 胆道疾病 其他的像流行酸腺炎呢 溃烟啊 什么一线外伤 他们也可以引起什么呀 一线炎 他们也可以引起一线炎 但是呢 不是常见原因 这个不是常见原因啊 男性 42岁 保餐后上腹部剧痛 保餐后上腹部剧痛 不是肌腹症吗 与保餐有关的肌腹症呢 我们常见的就是 有三个疾病是不是啊 有哪个呢 一个胆囊炎 一线炎 溃烟窗窗 是不是啊 有这三个啊 那我们看一下 半游这个 接着往下 接着往下看看啊 保餐后上腹部剧痛六小时 半游恶心 偶脱 偶脱为女人物 头后腹痛更加 更加剧 就是头后 这个腹痛不缓解 头后腹痛不缓解 如刀锅样的 如刀锅样的 查体体温三十七斗八 脉搏快 血压低 这个病人已经什么 已经出现了血压低了 休克表现了 痛苦面容腐胀 全腹肌紧张 压动反调痛 这个明显那个 第二个头痛啊 那就是点心的 这个腹膜刺激症 上腹部为重 上腹部为重 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这个 这个病变的啊 原始病变的位置呢 在上腹部 肠门消失 甘酌阴区存在 甘酌阴区存在 这句话 都什么呀 排除了什么呢 溃扬窗口的可能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基辅寸里面 引起这个什么呀 仓库上腹部取通 仓库引起 这个基辅寸的 常见的什么 就是一个是溃扬窗口 一个是瘾线炎 一个是胆脑炎 这三个是比较常见的 是不是啊 那么 甘酌阴区存在 就提示了 他不是都排除了什么样 这个溃扬窗口 排除溃扬窗口 那就是要么是胆脑炎 要么是一线炎了 好 由下腹穿刺 得到淡红色的血型液体 穿刺淡红色的血型液体 里面呢 血淀粉霉 增高 看到没有 白细胞增高 淀粉霉增高 那么一旦看到 淀粉霉 那种很容易 这个诊断就很容易明确了 那就是什么呀 这个 溃扬炎的发生 血盖1.5个毫升 血盖低 低于1.87 既然是淀粉霉高 血盖低的话 那么很显然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重症 溃扬溃炎 就是初血坏死 溃扬炎的 典型表现 那么初血坏死 溃扬炎有哪些提示 它是初血坏死 溃扬炎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的一个 血压低 有休克力表现 细节溃扬炎 一般没有休克力表现 第二个 典型的抚摩刺激症 新型炎也是没有的 第三个 那什么呀 就是血盖低 这个重症溃炎呢 它的血盖低于1.87 它这个已经是1.5了 1.5了 所以说这个诊断里面呢 从这几个特征里面 首先考虑的是 激性初血坏死于溃扬炎 正确答案应该是 激性初血坏死于溃扬炎 这个溃扬炎穿孔 甘卓因 甘卓因区存在 就已经把这个病人排除掉了 那么特别的 胆囊穿孔 这个 胆囊穿孔 因为这个病人 他没有胆囊什么呀 没有这个胆囊疾病的病史 如果是胆囊穿孔 必要有慢性 胆囊炎 胆囊疾病的这个什么呀 胆囊疾病的一个 长期病史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病人可以出现什么呀 他不可能出现 电脑霉增高啊 血盖降低啊 胆囊穿孔 与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这个人是不符合的啊 机型胃炎 机型胃炎一般不会出现血压下降 没有这样的业 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所以这个也是不考虑的啊 胆囊穿孔 那么胆囊穿孔 那么胆囊穿孔应该什么呀 它有胆囊穿孔的表现特征 你比如说我们拍片子 有什么呀 反复的偶托啊 刚这个通通脏壁的表现特征 那这个病人没有啊 只有通脱 但是没有什么呀 有辅障 但是没有必要 没有这个亲子拍戏拍变 这种表现特征 没有这个 没有这样的表现 另外呢 这个脚镇长空组呢 它不可能出现血盖和 淀粉煤的这样的表现特征 所以这个可以排除了 尤其是淀粉煤和血盖啊 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应该诊断为 机型初血坏死亡 这些呢 应该选择低 男性45岁 饱餐酗酒后三小时 上腹部持育性的距离疼疼痛 向左肩背部 餐后 饱餐酗酒 上腹部疼痛 向左肩腰背部防射 半股心吐突 十小时后来源急诊 最有作为疑诊的检查项目是 那么上 餐后酗酒 而且这个腹痛呢 是向左肩腰背部防射 那么首先考虑的 肯定是一线的问题了 那就是 那么既然考虑一线 最有作为疑诊的检查项目 什么呀 就是淀粉煤 最有作为啊 最有作为我们这个 诊断的一个检查项目 就是淀粉煤检查了 其次才是什么 才是B超 才是B超 那么其他的 血肠规 尿肠规啊 还有SN检查呢 对这个 诊断于一线炎的价值 都不是特别高的 经检查诊断进行一线炎 若要证实本病例 属于重症一线炎 最有价值的实验室检查试 最有价值实验室检查试 记住啊 如果证实属于重症一线炎 最有价值 重症一线炎看清楚 血淀粉煤 尿淀粉煤 血淀粉煤尿的淀粉煤 对于诊断一线炎是有帮助 但是呢 它对于诊断重症一线炎 帮助不是很大 为什么呀 因为淀粉煤升高的程度 和一线炎的并行轻重程度 是不成正比的 这句话 是不成正比 这个考证一定要弄清楚的 就是这个淀粉煤升高的程度 和一线炎的并行轻重程度 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说这个呢 它对于判断 是否是重症一线炎 这个价值不是特别高 白血淀泡技术分类 这个呢 它是说明感染 所以对这个盘栏重症一线炎 也不是特别高 这个血红蛋白 红血淀压急测定 对准断的也没有 不是特别高 只有哪一个呢 价值最高呢 只有地 腐穿 这个什么呀 腐穿液 我们做腐 诊断性腐腔穿刺 腐穿出来的液体里面呢 有淀粉煤 有淀粉煤 以及呢 它的根据这个穿刺液的性质 那么这个呢 是最有价值的 最有价值的 一般来说呢 重症银腺炎 我们做腐腔 这男人穿液 腐腔液里面 还有什么呀 淀粉煤增高 淀粉煤增高 这个都说明很说明问题了 男性55岁 上腹部不死 食欲不振三个月 上腹部不死 食欲不振三个月 一个月以来 出现黄胆 进行性加重 黄胆进行性加重 有体重减轻 一旦看到体重减轻的话 那肯定是个恶性疾病 那是肿瘤了 黄胆进行加重的话 那什么肿瘤呢 那就要考虑 我们一般都要考虑什么呀 这个胰头啊 胰头癌呀 狐狐猪胃癌呀 还有胆管是不是啊 胆管癌 这样的几个肿瘤啊 全身明显的黄染 全身明显的黄染 肝胃触击 身体其实可以触击 肿大的胆囊底部 肿大的胆囊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 能够触及到肿大的胆囊的话 那说明这个梗阻的位置在什么呀 胆肿管 远单的胆管啊 化验检查学 胆红素15个微克 15个微克高 正常值是低于4个微克啊 正常值是低于4个微克的 4个微克 胆红素高 说明有梗阻 尿减胆红素是阳性 那么最可能的是 那么在这里面呢 刚才我们根据体译可以分析啊 这个病人呢 首先比一个体重减轻 肯定是个恶性疾病的 进行加重的龚阻黄胆 那么这个肯定要考虑什么呀 就是 胰头癌 呼呼嘱围 或者是胆管癌 那么胆管癌到底是上段 下段是哪个地方的呢 我们看一下 龚阻力在什么地方 它能够触及到肿大的胆囊 说明什么呀 在远单胆管 胆中管啊 远单的胆中管 我们看到这个答案里面 哪个地方呢 是最适合的呢 那就是胰头癌 咦 胰头癌 那么胰头癌的病人呢 他都 他这个主要的比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进行加重的 龚阻性黄胆 进行加重的龚阻性黄胆 但有无痛性的 重大的胆囊 另外可以出现在 龚阻性的 出现这个胆污素的增高 还有尿 胆污素阳性 这些都是他一个 都是他的表现啊 都是他的表现啊 所以这个正确大 应该称的 胰头癌 胰头癌 半更多性黄胆的胰头癌 手术中 手术中呢 他发现了肿瘤切除困难 肿瘤切除困难 肿瘤切不了了 和周围组织什么呀 已经粘连在一起了 为消除黄胆 最好是应该做什么 那么为消除黄胆 最好是做什么呀 做一个胆管 空长的五颗术 胆管空长五颗术 这是我们做什么 简黄的这个 都是内饮流啊 内饮流是肠桌的水素了 手选啊 最好是做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空肠肠管 空肠呢肠管比较长 活动都比较大 我们很容易提起来 胆中管什么进行吻合 那么胆囊 摄氏肠 翻水于摄氏肠 吻合的这种水素呢 一般做的都比较少 一般做的比较少 因为这个摄氏肠呢 它的肠头和位置的关系啊 肠头位置的关系 胆中管 胆中管的T型管引流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们做T型管引流 这个一般是做什么呀 做这个胆中管 切开取食的时候 我们要用T型管引流 如果要是 耿封黄胆这样的水素 这个能用比较少的啊 基本上不用这个水素 胆囊空肠五号数 这个对于 耿封黄胆减黄哈 这个效果呀 没有胆中管空肠五号数 没有这个效果好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最好是做 人家要选一个最好的 手术方法 那就是胆中管空肠五号数 都是测测五号 黄胆开始有波动 以后逐渐加深 大便浅血阳性 常见语 那以后逐渐加深的话呢 肯定是 渐渐渐渐渐什么呀 这个种族了 这个呢 是波动性黄胆 以后逐渐加深 这是狐狐猪威癌的主要特征 那狐狐猪威癌呢 它就黄胆出现的早 但是呢 往往是波动性的 所以这个点一 狐狐猪威癌啊 它就黄胆出现的早 但是呢 往往有波动性的 就失好失坏 以后呢 其实这个种族走剑 那这个黄胆走剑的加重 而这个胃脱癌呢 它这个黄胆出现的比较晚 相对来说 出现比较晚 但是呢 一旦出现是走剑加重 不时候东西呢 这个是胃脱癌的表现 所以在这个题里面呢 大家要重点区别是 疑头癌和呼呼周围 疑头癌呼呼周围 它们之间的黄感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 疑头癌的恶性程度 走织病理学上 恶性程度要高于 呼呼周围癌 所以说我们这个五年充活率 它这个手术指导的效果 五年充活率呢 呼呼周围癌的效果 要好于疑头癌 它的指导效果要好于疑头癌 女40岁 这个黄胆 那差两个月 茶体全身黄染 肝大 黄胆那差是不是 肝大胆囊可以闷积肿大 华叶靴胆红瘦 17个威莫尔正常 减性零三酶 减性零三酶也正常 减性零三酶也是 在三 一般是在18到32 减性零三酶没正常 胆红瘦正常 是不是 其他肝功能也正常 提示为什么 提示为什么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病人是 黄胆那差两个月 黄胆那差两个月 全身黄染 全身黄染肯定有耿祖性的 肝肿大 胆囊可以闷积肿大 胆囊肯积肿大了 那肯定是什么呀 在什么呀 在这个胆囊以下 就是胆总管远端出现了耿祖 胆总管远端出现耿祖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胆总管远端出现耿祖 导致耿祖性黄胆的 只有哪个呢 呼呼周围 就这个呼呼周围 呼周围 胆道回忠肯 胆道回忠肯表现通通不一样 是沾顶痒的脚痛 沾顶痒的脚痛 激性病毒性肝炎 激性病毒肝炎 一般有转炎没增高 它说没有转炎没增高 是不是 先天性的溶血性的黄胆 和胆中肝的狼肿呢 它的发病特点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呢 我们都不考虑了 男54岁 无痛性黄胆两个月鱼 无痛性黄胆两个月鱼 手术时发现肝脏胀大 胆囊肿大 以后胆肿管粗于拇指 胰头部可以处击 三厘米的硬质主块 关键词在那里 胰头部出现 摸到肿块 这是一个 能推动能够活动 第二个就是无痛性黄胆 只要是看到无痛性黄胆的话 那我们首先考虑到肿了 胰头癌和呼呼呼呼呼呼 那这两个包括这个胆管癌 尤其是这个胰头癌呼呼呼呼呼呼 是目前要考虑的 那么 显用下来哪一种手术方法 因为这个胰头部摸到肿瘤吧 肯定是考虑胰头癌了 那么胰头癌呢 它这个呢是能够推动的吧 可能还是能够 如果这个肿瘤啊 能够推动 直接在三厘米以内 没有远处转移的表现当中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考虑手术者 手术者的话 它这个手术啊 我们采用最多的还是什么呀 就是胰头十二长切除 胰头十二长切除 胰头十二长切除 也叫做vapor数数啊 这个数的方法 这叫什么呀 胰头十二长切除啊 叫胰头十二长切除 就这个数数啊 这是我们这个胰头癌的经典数 胰头癌的经典数数啊 其他数数呢 一般都是基本上 做得很少 胰岛素瘤的临床特点中 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胰岛素瘤啊 那么首先我们得知道 胰岛素瘤有什么特点呢 胰岛素瘤有一个都是 有个vapor三连针 它有个 有一个什么三连针 哪三连针呢 第一个就是 三连针就是什么 在运动还空腹 空腹之后 空腹的时候 运动时还空腹时出现了 低血糖反应 低血糖的表现 然后呢 测血糖的时候 血糖低于 2.2 那有的说呢 是什么低于 2.2毫毛2每升啊 2.2毫毛2每升 这个 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呢 那我们测血糖 血糖低于 2.2毫毛2每升 以前的教材 写的是低于2.8 那么最新版的 第900本个教材 写的是 低于2.2毫毛2每升 第三个特点呢 给病人糖 他这个低血糖症状 马上都会缓解 就这三个特点 叫什么 叫做窩魄三连针 叫做 就是我们说 这个 胰岛受住的三连针 属于胰岛受住的三连针 那我们看一下 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叫你 选一个不正确的 第一个 这个葡萄糖耐量 称低频曲线 这个是正确的啊 因为它这个葡萄糖耐量 是什么呀 是低频的啊 第二个 饥饿实验 能够诱发症状 在运动 或者饥饿时 可以出现低血糖的表现 那么 第三个 血液岛受增高 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个是错误的 血液岛受增高的是在 百分之 不是百分之五十 而是百分之七十以上 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是反对病床特点 百分之七十 不是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那么第四个 有低频的那种症状 已经 第五个答案 已经确诊 应该尽早的手术切除肿 这是正确的 胰岛受住一旦发现 我们尽早的手术切除 所以在这里面 正确的 不正确的 应该是C 血液岛受增高 百分之五十以上 应该改变百分之七十以上 男三十七岁 疲乏 心悸 记忆力差两年 记忆力差两年 此期间 曾三次出现 癫痫样发作 癫痫样发作 半个月前 清晨起床后 又晕倒在地 神指不清 经浸脉注入 葡萄糖后 恢复 看清楚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找关键词 是哪里 秒杀词就是 他晕倒了 我们给他葡萄糖 他马上就恢复了 那很显然就是个 低血糖反应 是不是 低血糖反应 既往无外伤时 血压 一百七十伤口 无其他的阳性体征 应考虑为 哪个呢 在他的答案里面 只有哪个呢 胰岛素瘤 胰岛素瘤 就是说 这个 病人呢 他在这个空腹 清晨起床 不是空腹 空腹的时候呢 运动时 可以出现 低血糖反应 对不对 低血糖反应 这个 晕倒在地 是吧 那我们给他 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发作是血糖 低于二点八 或者二点二 不同的教材上 现在这个标准不一样 我们给糖之后呢 能够 很快都恢复了 尤其是 给到葡萄糖之后 很快恢复了 这就说明 他是 胰岛素瘤 这个典型当中 那么他没有 其他的阳性特征 所以说呢 像什么 癫痫发作呀 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韦米索瘤 这些都是不考虑的 综合体 患者男后51岁 上腹部持育性的疼痛三天 上腹部持育性疼痛三天 加重一天就诊 加重一天就诊 患者三天前 保餐后 保餐后 出现上腹部疼痛 为持育性的脚样痛 像腰背部防射 餐后疼痛 腰背部防射 这些特征 一看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 一线问题 尤其是一线炎 一线炎 但频繁恶心 呕吐 呕吐为胃内容 是不是 在社区 输液 抗炎 一三等质量 症状稍有缓解 一天前呢 就是曾经缓解过 是不是 一天前呢 腹痛加剧 冰箱全腐 蔓延 恶心的捕吐 腹胀 无胃寒高热 无胃寒高热 这句话 其实什么信心呢 肛门无排气排便 那说明有 长耿走的表现 小便量减少 既往否认有 肝炎 慢性 上腹痛 反三 癌气 胆结石 等病史 这句话呢 都提示了 排除了这个病 什么呀 胆道 肝脏 和什么呢 胆结石 的这种疾病的病史 反三癌气 也排除了什么呀 胃肠道的疾病 就是胃身 症疾病的病史 是不是 疾病的病史 查体体分三吃 鸡肉瓦 脉宝一百瓦 呼吸 二十块 血压 尚可 急性病容 皮肤 过毛恍然 全肤饱满 全肤饱满 看鸡肉好 腹部压痛 轻度反掉动肌紧 这个病人呢 有轻度的反掉动肌紧 轻度的什么 腹部刺激症 肝皮累而下 胃除肌 那么什么肝脏 说明不是肝的问题了 移动性 着阴阳性 肠脾因减弱 说腹腔里面有审出液 腹腔里面审出液 好了 我们再把这个病例 再简单的给它捋一点 这个病人呢 是保餐后出现了上腹部疼痛 脚腰痛 向腰背部放射 那么具有这样的特点呢 它具有什么样 这个奎阴阳穿孔啊 这个胆结石啊 和什么呀 和这个 一线炎 那再有什么 优先考虑是一线炎 因为像腰背部放射 是一线炎的特征 是不是啊 这个 然后呢 它一天前呢 这个腾痛有加剧 本来是三天前了 一天前又复发 又腾痛加剧 出现什么呢 钢门屋排气排变 那就是第二句话 其实呢 就是有长弓组的表现了 长弓组的表现 然后我们接着看下面呢 否认了肝炎呢 慢性上腹痛啊 反酸 挨气了 胆结石 这种病史 挨气反酸 排除了什么呀 这个溃疡病 溃疡疡疡疡疡 否认了胆结石 病史排除了 这个胆门炎 胆结石的这个疾病 那现在支撑什么呀 支撑这个一线炎了 支撑一线炎了 再下面呢 全腹饱满 否计丫童 亲自反调度激进 那么这个呢 就提示了 再加上钢门屋排气排变 那这个病人会考虑什么呀 这个全腹饱满 钢门屋排气排变 那会考虑 长弓组织是哪个内心呢 那就是 这个麻痹性长弓组的表现可能性 麻痹性长弓组的可能性比较高的 再加上移动性 着阴阳性 长弓性减弱 那更加重 更进一步提示 它说到什么呀 是一个 一线炎 并发这个什么呀 麻痹性长弓组 这样的特征啊 这麻痹性长弓组 这几个特征 所以我们这个病人里面呢 它每一句话都提示了 有相关的重要信息 在这里面我们要找重要的特点啊 找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问题 根据患者的病史啊 根据患者的病史体征 最可能的诊断是 那我们可以讲 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 首先第一个 基性一线炎 是不是 最可能的诊断 那就是基性一线炎 最可能的诊断 最可能的诊断 那就是基性一线炎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基性 基性胃肠炎 基性胃肠炎呢 虽然它这个 以前没有 爱情反生病死 但是呢 我们还不能排除 这个胃肠炎 因为它主要是 以呕吐 腹痛 呕吐 以这两个诊断为主的 那么既然是 以这两个诊断为主的话 那我们把这两个诊断 凡是有这两个诊断 错证的话 我们都要纳入 我们这个可能的诊断 范围之内 所以胃肠炎 有可能 是不是 胃肠炎有可能 那么第二个就是呢 这个肠肛组 肠肛组的话 因为这个病人 本身都有什么呀 这个肛门排气 停止排气排列 他有可能肠肛组 这个有可能 是不是 这个有可能 溃疡 溃疡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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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疡 摄疡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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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疡� 可能有一个病史 这个病史没有这样的特征 这个我们可以不可能 最可能最可能 基因胆囊炎 基因胆囊炎的话 虽然它这个没有否认 这个胆囊胆结实病史 但是这个病史可以出现 呕吐腐痛 胆囊炎也可以出现呕吐腐痛 腐痛呕吐腐痛 这样的特征 这个也可以 在我们那个诊断范围之内 间谍范围之内 基因工作用化成的胆管炎 这个呢往往 它必须得具有什么样 那个五连针 雷诺是五连针 高热寒战黄胆 高热寒战黄胆 是不是 还有这个血压下降和意识障碍 意识障碍 那么这五个特征里面呢 病人只有什么 只具有高热寒战 只有这样一个特征 腐痛两个特征 黄胆意识障碍 血压下降都不明显 所以这个能够有 本身在外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能考虑 这可能整个是 有可能是胃肠炎呢 肠肱组啊 胰腺炎呢 胆囊炎呢 所以这五个 这四个疾病 四个疾病 需要我们已经鉴别的 这应该是ABDE 胃明确诊诊断应该进行的检查室 胃明确诊断应该进行的检查室啊 那我们看这个呢 这个病人呢 他是消化系统疾病 既然是消化系统疾病呢 我们又想考虑什么 就是一线疾病的吧 那个 所以说第一个 纤维围境 你首先排除了 不考虑溃疡引起的疾病 是不是 都是胃里面的溃疾疾病 那么这个纤维围境 我们都不应该考虑做检查了 第二个 腹部皮疗 这个是应该做的 因为他这个病呢 最符合的就是 最符合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线疾病 那么一线我首先都比较检查 是不是 血肠规 血生化 这是我们肠规要检查的 腹部胃胃检查 SM片的话 因为这个病人呢 考虑有什么 由这个肛门停止 排气百变 辅障 考虑有长庚组 那么既然有长庚组的话 S光片呢 这个检查是必须得有的 这个检查应该是有的 那这个 增强CT 增强CT 对于重镇一线炎 它这个价值 要高于B超 虽然B超呢 也可以做 对于一线炎的诊断 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呢 增强CT的价值更高 电子媒体测地 这个是应该做的 因为我们重镇可能是一线炎嘛 一线的疾病 一线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呢 应该是你检查 除了这个相微微镜以外 BCDEF 其他检查都应该做的 其他也都应该做的 那么 这个第三问 检查结果提示 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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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红细胞还可以 血红蛋白还正常 血红蛋白还可以啊 这个白细胞高 这个是高的 中性高 淀粉酶 你看 血尿淀粉酶 明显增高 15800 是不是啊 800 我们这个诊断 这个胰腺炎的时候呢 它这个电 血淀粉酶超过500以上 500个硕士单位以上 就可以考虑什么 对诊断有一定的价值了啊 尿淀粉酶超过300个硕士单位以上 就有指南价值了 血糖9个毫升 血糖高 血盖1.75 血干低 低于1.87 是不是 低于1.87的时候 就这么这一线眼呢 所以它已经 它是1.75了 低于1.87了 血糖高 9.9个毫升 这个转二枚 转二枚 还可以啊 转二枚 转二枚也不高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肝功能呢 还是正常的啊 那么 我们看一下 B超 肝内外胆果不可能 胆果胆囊 无结实瘾 那么这都不是 不是胆道系统的疾病啊 C-T件 一线 一线增大 周围有大量渗出 那就是一线炎了 SM片表现 这个 评则呢 显示的是 肠果冲气明显 阁下微溅 有的气体 那都排出什么呀 溃扬窗骨 排出溃扬窗骨 所以在这里面呢 重点还是考虑什么呀 一线的问题 根据患者的病史体征 结合辅助检查 临床诊 诊断 首先第一个 肯定是基因炎炎 第二个 他有麻痹性的肠管科章嘛 麻痹性的肠功组 是不是 麻痹肠功组 好了 那么第一个 胃肠炎 这个病人呢 因为他这个淀粉味增高了 那就没有胃肠炎什么 胃肠炎就是什么呀 这个腐痛 嘔吐之外 另外往往还有腐蟹 是不是 有腐蟹的 有不结饮食病史 胃肠炎 有不结饮食病史 他这个病人没有 所以这个都不考虑 工作狂的胆管炎 这个病人呢 我们做什么呀 做这个看 B超检查 干例外胆管 均不可能 没有结实影像 这个排除了 溃扬窗孔 这个阁下围界游离气体 你看 阁下围界游离气体 排除溃扬窗孔 是不是 那个 胆囊里面 无结实影像 没有异常 排除结实 胆囊结实 这跟踪环 胆管炎呢 胆囊炎呢 培阳穿孔啊 胃肠炎都可以排除了 我们只能考虑什么 只能考虑两个了 一线炎和 麻痹承主 病人大案 DF是不是 治疗措施 治疗措施 第二是 急性一线炎了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进食胃肠减压 这个是正确的 急性一线炎 病人大事 不能 不能吃饭 喝水 病人的急性一线炎 他已经有 这个休克 进入休克状态 休克早期了 可以补业 抗休克治疗 使用生长易素 医治 一线的分泌 让一线处于 休息状态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是正确的 使用 光不可能的素 那么一线炎的 往往必有 洗击感染 我们可以使用 光不可能的素 使用 麻痹 疹痛 那么这个是错误的 一线炎的病人 他这个疼痛 是不能用 麻痹 疹痛的 医治呼吸中枢的作用 副作用 因为有这样的副作用 所以限制了 麻痹的使用 这个是错误的 营养支持 这个是正确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证券答案 应该是 ABCDF 除掉E 除掉E 第十七章 疲藏疾病 有关疲魄类的叙述 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选一个 皮波雷亚 将选一个不正确的 发病率占 腹部损伤的 40%到50% 因为皮波雷亚 在腹部损伤里面呢 它是占据第一位的 比甘波雷亚 发病率要高 所以说呢 这个占40%到50% 这个是正确的 真性皮波雷 占了皮波雷的85% 是正确的 就是大多数的皮波雷呢 都属于真性皮波雷 就是背膜 皮的背膜 皮的实质啊 都破雷了 都破雷了 皮波雷呢 有三种类型啊 一个是真性破雷 背膜下破雷 还有这个什么呀 这个 皮实质内 实质内内伤 真性破雷 背膜下破雷 还有这个是 背膜下破雷 还有这个什么呀 皮实质破雷 实质都是 皮实质 实质内中央破雷啊 中央破雷 叫中央破雷 中央内伤 那么这三种情况里面呢 其中呢 真性破雷 就是背膜和实质 全部裂开来的 叫真性破雷 这个要占了85% 大多数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皮波雷的质量原则 是紧急手术 这个是正确的 皮波雷 因为它会打出血 导致休克 所以要 一旦确诊 必须要马上手术啊 成人皮切除手后 爆发型 感染的发病率 一般不超过1% 而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成人的皮波雷啊 我们把皮切除了以后呢 皮切除了是个免疫器官 但是呢 成人的他的免疫 这个免疫功能 那是完善的 皮切除了以后 对整个的免疫系统 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儿童就不一样 儿童和小儿子 我们看一下 皮切除手后爆发感染 以大肠肝菌 为主要的病原菌 那么皮切除以后呢 出现了爆发性感染啊 这个感染呢 一般都建议 婴幼儿和儿童 因为婴幼儿和儿童啊 它这个免疫系统啊 不是很完善 这个一旦把皮呢 它这个免疫作用啊 在儿童这个免疫系统里面啊 免疫功能里面 还占据有一定的位置的 还有一点的作用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婴幼儿和儿童的皮啊 又切除了以后 它会出现爆发性的感染啊 也叫凶险性感染 那这个凶险性感染呢 它不是以大量感觉为主 而是以什么呢 以肺炎球菌和脑膜炎球菌为主 它是以肺炎球菌 脑膜炎球菌 以这个阳性球菌为主的 而不是以大长感境为主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就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下说哪一项不是皮切除适应症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遗传性的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这个是证据的 多毛细胞白血病 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丙同三肌酶缺乏症 这些都是皮切除的适应症 那么哪一个不是呢 极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这个是错误的 其实这个题呢也很简单 反正带有极性的那都不是皮切除的适应症 所以说极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它不是皮切的适应症 而慢性的适应症 这个大家试一试就可以了 男性25岁 因突发头晕 心慌面色苍白 头晕心慌面色苍白 就诊 查题 神智清楚面色苍白 心率 124每分 血压 75是血压明显的低 血压明显的低 因突发头晕心慌面色苍白 然后紧接着血压低 我们查题 压痛上腹部有压痛反调痛 B超提示腐乡有肌液 腹腔里面有肌液 那什么肌液呢 我们看一下 脾胀增大并不均匀的回生 那说明这个皮有问题了 腹腔穿刺出的不凝血 那说明什么 这就证实了 这个病人是个皮婆的腹腔里面有寄血 这个皮婆的寄血出血 导致了血压下降 九天前患者不甚至四米高出轨落 左侧的身体先落地 然后引起腹部的疼痛 一两天以后继续工作 很显然这个病人有个什么呀 有个左侧下胸部上腹部的一个外伤室 然后呢 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突然出现了什么呀 这个血压下降 腹腔里面能出了不凝血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是一个延迟性的皮婆裂 延迟性皮婆裂 当时呢 它没有表现出来 当时的这个可能这个破裂 有个小的裂伤 出血量不多 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呢 可能什么呀 这个皮完全破裂之后 那么导致打出血 引起羞壳 引起羞壳 所以在这里面呢 最可能的诊断呢 就是只有什么呀 延迟性皮婆裂 肝破裂 肝被磨下破裂 这个呢 因为它是左侧 你看就是左侧身体的 受伤不一的左侧 所以不可能是肝破裂 胃食人上破裂 表现的是 不是 胃食人上破裂 表现的是以腐膜刺激症 为突出表现的 不可能是什么 抽出不凝血 所以这个也是不辅要求的 上下腰的出血 更是不辅要求 慢性的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性子颠 慢性的血小板 减少性子颠 慢性的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性子颠 那么这个见识什么呢 这个见识青年女性 这个是隐蔽的 肢动脑瘤见识什么呢 妇女多胎妊娠者 这个见识 妇女多胎妊娠者 皮动脑瘤 皮切除后 胸前因感染者见阴幼儿 当然也见识儿童 这个写的B 所以应该选择CAB CAB 那这个都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个 我们记住都可以了 消化症溃氧大出血的原因是 消化症溃氧大出血的原因是 因为什么呀 是因为溃氧基底部的动脉 被侵蚀破裂而引起 它是动脉性出血 不是进脉性出血 其他原因 魏三是窗面肾血 不宜凝固 魏三死 这个窗面肾血 不宜凝固 是不是 不宜凝固 这个是不正确的 微度不粘膜 泥乱肾血 泥乱肾血的话 这个肾血 凡日带肾血 这个肾出 那么这都 它都不可能是大出血的 肾出是不可能大出血 所以说它不是大出血的原因 魏洋侵犯了周围组织 侵犯了周围组织 是引起的斑魂组织 一般也不引起打出血 所以说只有什么呢 动脉被腐蚀破裂了 才会引起打出血 才会引起打出血 所以这个代表应该选择 一 石棺未底 进脉破裂出血 石棺未底进脉破裂出血 这个出血量是比较多的 以欧血为主 辩血比较少 辩血比较少 以欧血为主 其实这个应该选择哪个点 应该选择 欧血为主 单纯的辩血少见 因为它是出血量比较多 一出血量可以达到500到1000毫升 那么肖华型溃洋出血呢 它可以是欧血为主 也可以是辩血为主 因为肖华型溃洋出血 一般是在不超过500毫升 不超过500毫升 所以这个应该选择B 胆道出血 胆道出血的量 一般是依次200到300毫升 量非常少 量非常少 依次到200到300毫升 那么出血量少 多以便血为主 所以这个应该是C 这个当然是ABC ABC 这次我们看就是它这个 不同的这个消化道出血的疾病 它这个出血的特征还是不一样的 出血特征是不一样的 有关上消化道出血的处理 下述哪一项是 哪一项是错误的 哪一项错误的 那我们看一下 上消化道出血的处理 叫你选一个错误 放置胃管 以冰岩水洗胃 这个是正确的 上消化道出血 我们可以什么 冰岩水洗胃 里面加上肾上前素 可以达到止血的效果 是吧 一种抗酸药可以 一种止血药 积极的修正修科 这都是我们正确的 上消化道出血处理 立即进行迫不探查 那么所有的上消化道出血 一旦确诊了 都需要立即迫不探查吗 这个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绝大多数上消化道出血 我们经过保守指导 是可以止血的 可以止住的 可以止住的 然后止住出血以后 那么要通过相关的检查 进行不明确诊诊诊之后 再考虑做什么呀 做这个手术质量 做根治性手术质量 所以说这个立即迫不探查 这个是不正确的 绝大选择一 上消化道出血的范围是指 那这个也是个什么呀 是个知识形体啊 上消化道出血的范围指什么呀 趋势忍带以上的出血啊 上消化道 什么是上消化道 上消化道包括什么呀 包括使管位 十二指肠 以及空肠 趋势忍带以上的 十二指肠 趋势忍带以上 都属于什么呀 属于上消化道 这个记得就可以了 比较二岁 那么趋势忍带呢 也是我们外科医生 在手术中 鉴别十二指肠 和空肠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解剖标志 为迅速明确上消化道出血的 部位和病因 首先考虑 首先考虑 就是为了迅速的 明确啊 这个消化道出血的部位和原因 首先考虑做什么检查 就是哪个检查 能够最明确诊 那就是未尽检查 因为我们直接观察 直接观察 这是个金标 这是个金标 综合体 患者男性 58岁 黑便 伴有 乏力一株 一小时前 突然 恶心 突然恶心 欧血一次 黑便 伴乏力一株 这个别人呢 这个可能多次 发生什么黑便 就是消化道出血 一小时前 突然恶心 欧血一次 量约200毫升 先是变血 然后是欧血 是不是 那很显然是消化道的问题了 那么 头晕 心机 既往无为病 乙肝病死 无为病 乙肝病死 查体体温36度9 脉搏100 无血 血压97时 血压偏低 血压偏低 就是在这个什么呀 修科代程期和修科期里 应该到进入修科期了 慢性病容 我们找阳性紧张啊 肝皮肋液下胃除肌 移动性 灼阴阴性 移动性灼阴性 什么 腹腔没有什么呀 没有疾液 肠病因呢 正常 供毛无恍然 供毛无恍然 说明什么 它不是肝胆疾病 是吧 不是肝胆疾病 供毛无恍然 肝皮肋液下胃除肌 进一步证明 它不是肝胆疾病 根据患者的情况 初步诊断 应该考虑 因为这个病人呢 这个肝皮肋液下胃除肌 而且肝膀又没有恍然 是不是啊 它又没有典型的 乙肝病史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优先考虑的是 胃肠道理出血 肯定是胃肠道理 黑便 欧血肯定是胃肠道理的 是不是啊 这个胆道出血 错步诊断 胆道出血 一般是不考虑的 因为胆道出血 主要是便血为主 几乎没有欧血 那这个病人有欧血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他这个 顾膜黄染 肝皮肋液下胃除肌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初步诊断 不考虑胆道出血的可能 因为胆道出血量比较少 那么胃 肠道出血的 肯定就最大了 所以说呢 胃癌 这个要考虑 这个 时光静脉七肠破裂出血 这个也要考虑 是不是啊 胃十二肠肺症出血 胃一臂动脉瘤出血 那么反正胃里面呢 出血都可以 既可以出现欧血 可以出现黑便 既出现欧血 可以出现黑便 这种疾病 我们就要考虑 那么出血应胃炎 出血应胃炎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考虑出血应胃炎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的是 初步诊断可以考虑 只要是胃里面的出血 都有应该考虑 因为胃里面出血 既有欧血又变血 所以应该是BCDEF 第二问 实验室检查 红细胞低 红细胞减少 因为出血嘛 红细胞减少 血红蛋白低 平均红细胞压疾也低 平均红细胞压疾也少 低 总蛋白 白蛋白 球蛋白 白球比例 总蛋白要少 总胆红瘦 偏高 结合胆红 结合胆红还可以啊 转胺酶 转胺酶正常 乙肝标志 表面抗原阴性 表面抗原阴性 那我们都可以排出这个 是不是啊 这个尿素蛋 尿素蛋正常 鸡肝正常 尿素蛋正常 鸡肝正常 这几个什么都是正常的 CNK 它这个 实验室检查比例 结果是比较多 但是有些是干扰 相信后面这个正常 都是干扰性 都是干扰性 主要的特征上面 就是血细胞减少 血细胞血红蛋白 血细胞血红蛋白 比如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个 那么肉原后 需要及时采取的 诊治措施是 需要采取 及时采取 即时采取诊治措施嘛 那么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人 本身都已经什么 在进入休克状态 是个出血嘛 消化到出血 所以说 首先第一个 要尽快地建立 进卖数学通道 补充血容量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尽快地要明确出血的原因和不畏 要尽快地找到出血的原因和不畏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才能针对什么呢 针对这个出血的原因 针对它的原发疾病 相应的治疗 那么怎么来尽快地明确出血原因不畏呢 急诊未经检查 急诊未经检查 那我们其他的我们看一下 这个腹部CT检查 腹部CT检查呢 这个对于消化到出血的病人来说 价值不是特别高 所以这个呢 不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做法首先准备急诊泼妇探查 消化到出血 一般来说 我们大多数啊 通过保守指导是可以止血的 对明确诊单以后 再考虑什么呀 手术指导 所以它不是什么呀 急诊泼妇探查的指针 这个呢 也是不作为考虑的啊 不作为考虑的 那么急诊 食管吞背 安线检查 说话吞背安线检查呢 这个一般是 针对什么情况呢 就是针对这个食管的病变 如果是消耗到出血的话 不要说针对 食管未离近面 曲张破来出血 但这个也不是做急诊检查的 做急诊检查 一般是在出血 稳定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安线检查 所以这个也是不考虑的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 即时采取的诊度措施是 BD1 BD1 提问三 如果胃内有大量的寄血和 拧血的影响检查 下来检查一个数据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做这个胃禁检查 胃禁检查必须得保证 你这个胃腔里面呢 都是没有寄血 它这个视野能够良好 能够看到它的出血的位置 是不是 出血的部位 那如果假如说大量寄血和银血块的话 那肯定要影响你这个胃禁检查的效果 这是怎么办呢 那么最佳的检查就是做动脉造影 做选择性的动脉造影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通过造影可以准确的盘断 它这个出血的部位和出血的部位 出血的部位啊 那么其他的检查 对于我们诊断啊 这个出血的位置啊 诊断的效果都不 它都没有什么诊断架 像B超啊 CT啊 是不是啊 北山检查呀 还有PETA CT啊 三腔和狼管的 三腔和狼管的检查 它都更没法来 鉴别是个出血的位置了 尤其是位里面的出血的位置啊 所以这个男人选择D 那么提问四 第四个问题啊 检查发现的 室尔尔尔尔求不互必出血 经过检查发现是 室尔尔尔求不得互必出血啊 那很显然是一个室尔尔溃疡 若远八小时经过补充血容量 输血八百毫升以后 又欧宣血四百毫升 诶 经过查题 都说我们输了八百毫升 它又透出来了四百毫升 又出血出了四百毫升 脉包一百二块 呼吸也是快 血压低 这个病人已经诊断 八十五十进入休户状态 目前应该采取的主要的治疗措施是 因为这个病人呢 是这个我们经过 经过什么呢 经过补充血容量 又经过其他治疗之后呢 又输血是不是 稳定之后又再一次出血 再一次出血的话 血压这个时候已经低了 这就说明什么呢 如果我们再要采取保守治疗 什么样 效果就已经很不好了 效果不好了 这个是怎么办呢 必须得考虑手术治疗 目前应该采取的 在这种情况下 都必须得考虑手术治疗 那么手术治疗的话 我们知道 溃疡大出血的手术方式 首选的是 未大不切除 所以在这种程度 哪一个人未大不切除 你可能用未大不切除 所以应该选择B 破壶探查 溃疡 底部贯穿逢渣之血 未大不切除 未大不切除 这时候我们想 我们对于这个 消化妍疡疡大出血 它那个首选的手术方式 所以说 这两个人选择B 普外科组治医师 我们这个经典考题 冲刺题 它这个解析 就 我们就解答到这里 谢谢大家